慈濟志工未信捐日前陪伴家人前往美国 他也把握广结善缘的机会 在慈濟爱满地联络处参加茶会 分享自己做慈濟乐于不失的心情 常常被赞美着很爱捐钱的慈濟志工未信捐 乐于不失不被金钱支配的理念是来自于姐姐 姐姐就跟我讲一个很好的关系 她说所有的财富都是老天爷托我们管理而已 所以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赚一千五百块的时候 你就知道去分配你的财富 所以老地爷觉得这个人可以 这个人很会管理钱财 很会理财 好吧继续给他多一点 有了财富难免十一住行都讲究 此时卫信捐更向民众分享 穿制服其实是减少烦恼 得欢喜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通通来撞山好不好 一定要啦因为走慈濟 这是人生最大的荣耀 慈濟爱满地联络处的这场茶会中 有实业家理解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赚到拥有 从他身上我就感觉到 他死去那么多 可是他得到的很丰富 多做多得增智慧 魏信捐以广结善缘的信念 从台湾到美国将大爱铺满地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公 洛书丽高明哲美国报导